I like Radio 中國雷星網 起立世界 我是秀源大牌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們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聊大家最喜歡的電影看世界 也特別邀請到了大祈禱堂堂主Aaron來到現場 Aaron你好 大家午安 哇 我一口氣講了這麼多 好 今天Aaron幫我們準備了好多好片子 因為接下來我們很快就要過農曆年了 所以其實有一些是院線片 但我覺得過一段時間可能還是會有很多的即將要上映的 今天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最近這部片子好像這個就是評論還蠻多的 首先是貓王與我 對 貓王與我 他其實本來檔期訂在明天啦 19號 可是後來片商說要調一下檔期是26號 所以下禮拜五才上 調這麼遠 他就隔了一個禮拜 他好像說是檔期的問題 不知道怎麼樣的原因這樣 他也沒有解釋很清楚 但反正台灣觀眾就是下個星期可以看到貓與我 看電影吧 今天介紹都是比較之後上映的電影 還有一個影集這樣 就等於大家可以為那個年假期間備戰 就是準備起來這樣子 然後其實今天介紹這幾個片子都跟上禮拜剛辦完的金球獎蠻有關係的 其實前三部介紹的電影都是在金球獎有入圍的片子 像這個貓王與我這個片子呢 這個片名貓與我的那個我呢 其實就是貓王唯一的這個合法妻子的她的前妻 Persilla的故事 然後這個片子去年有拿到威尼斯影展的影后 就是演Persilla的那個女明星她有拿到影后 然後這個片子也有入圍這次金球獎的這個戲劇類的最佳女主角 所以你就知道她是戲劇類 所以她其實是蠻認真蠻嚴肅的一個片子 然後她的故事本身呢 她其實就是從Persilla自己在1985年出版的那本傳記的故事去寫的 那她是貓王唯一承認的一個 那她就是唯一結過婚的 然後其他可能是風流 對就是運勢這樣子 就是可能真的有發生過關係或怎麼樣 但至少她是唯一合法 跟貓王曾經就是歷事過 就是結過婚的那個合法妻子 有經過公正的 對後來他們就離婚了這樣 這個片子就把這個過程寫的痕情 就是當初她怎麼樣跟貓王認識 然後她在那段婚姻裡面她所看到的貓王怎麼樣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去年才有一部貓王的傳記電影 對然後那片子的片名也叫Albus嘛 所以其他就是相對 就是一個是以貓王的角度在講這個 她的人生故事 那另外就是以她妻子的角度 這個Persilla就是以她的角度來講這個故事 然後她看到的貓王就跟當初那個貓王電影裡面 呈現的貓王非常不一樣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那個貓王裡面講的就是說 貓王是一個出生鄉野的一個算是音樂奇才 這樣子非常有天分 然後聲音非常的渾厚 然後所以一唱歌就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然後她同時也是一個 甚至那個片子把它塑造成 就是以現代觀點把它塑造成一個 黑人民權運動的一個偶像 他是一個另外的一個包裝方式這樣子 那可是這個片子就是完全把當時那個 妻子的視角 對貓王艾維斯那個建立起來的貓王那個形象 完全打碎了 真的嗎 這片子講的就是貓王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人 然後甚至他其實一開始的切入的方式 其實就已經讓你覺得有點驚悚 其實這個片子有一點驚悚的感覺 是因為你會發現其實貓王跟他妻子這段關係 其實他的控制欲非常的強 應該也不能說貓王刻意想要去控制他的妻子 而是說在那個年代的那個男女 因為他是40年代開始一直到6070 其實男權至上嘛 然後其實貓王本身又是一個出生鄉野的那種鄉下的男孩 他其實根深蒂固那種男尊女卑的觀念其實很重的 所以他其實是有大男人主義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為什麼會認識Priscilla呢 他是因為那個時候貓王在德國他在服兵役 那時候40年代的時候就派到德國去 然後Priscilla的爸爸其實是在陸軍裡面是高官 所以那時候其實他們也是因為外派到德國在基地裡面 然後Priscilla那個時候就很無聊 因為就是跟著爸媽派到那邊 就是轉學到那邊也沒有朋友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在俱樂部裡面呢 就認識了貓王 可是那個時候他還只有14歲 怎麼那麼小喔 貓王那時候也24歲 其實他們差10歲 所以其實從一開始你就覺得 欸貓王怎麼會對一個14歲才國三的小女生 為什麼會對他有興趣 可是那時候兩個人都因為在異鄉嘛 兩個人都很寂寞 然後就想說在這個遇到老鄉他們就聊得很 而且女生也不多是不是 女生也不多 因為在軍營裡面那個年代 那年代是40年代 就沒有什麼女兵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就等於 他們倆就開始那種欣欣相惜的感覺就出來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貓王在伏兵役之前 其實在美國就已經走紅了 所以甚至他那時候有一點點職業焦慮 會想說我這樣子中間去伏兵 回去或還有沒有 會不會那個樂壇就沒有我的位子了這樣 所以其實他是很不安的 然後同時他媽媽又過世沒有很久 所以其實他很不安 然後也很寂寞 所以跟Priscilla就變成好朋友 然後其實Priscilla那個時候也沒有想說 他是要跟貓王發展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他還是小朋友 可是隨著他們的相處 他就後來發現這個大哥哥真的還蠻有趣的 又是一個明星 小小演到大嗎 他是演到大概三四十歲 就是他生完小孩甚至離婚了之後 那14歲也是他演的嗎 也是他演的 因為那個女主角就是之前環太平洋第二集的女主角 他有娃娃臉 其實他在片子裡面 因為他打扮的是比較古裝的這種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40年來那種服裝 其實有幾個角度我覺得蠻像那個澳大利赫本 因為他的五官其實是很小巧精緻 臉又很小那種鵝蛋臉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的表情 從他14歲開始演他娃娃臉 加上他的眼神其實是真的很純真的很清澈的 他就演出一個小女孩然後一開始認識這個明星大哥開始崇拜了之後 甚至他後來因為他爸媽其實不是非常想要他跟這麼樣一個 因為演藝圈的人就感覺比較複雜 然後又覺得他大他十歲 他是希望他跟他同年齡的朋友當朋友就好 那這個就只是一個友誼這樣子 可是沒想到兩個人就越陷越深 到後來甚至就是貓王還直接跟他爸媽就是交涉 就談就說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 然後我已經要回到美國了 那有沒有可能把這個佩斯拉跟我一起帶回美國 那時候佩斯拉他幾歲 他根本還高中還沒畢業 十五六歲 所以他們大概認識了大概 對數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在那個地方 加上他扶完兵役就回美國 他已經先回美國了之後 他們還是有電話聯繫 然後那個時候佩斯拉在德國的家裡面 就還看到那種八卦雜誌會講說 貓王在哪個片場又跟哪個女明星 好像有交往緋文這樣子疑似真愛什麼的 他看到其實他那時候本來心裡是想說 那可能我們今天就無疾而終的這樣 可是沒有想到貓王時不時還是會打電話跟他聯絡 所以後來他就覺得那他應該是對我有一點意思這樣 然後再加上他在德國真的很無聊 他就也是等於他們兩個人就一起去拜託 所以說Persilla的爸爸媽媽讓他可以到美國去 貓王真的幫他辦手續把他帶到美國之後 還跟他爸講說就是我會讓他去讀一個天主教的那種學校 修女經營的那種學校 然後把他保證他可以高中畢業這樣 因為其實貓王本身他也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 所以他其實也不願意碰那個Persilla 所以其實這片子裡面有一個描述就是Persilla 其實他在高中畢業到他跟貓王結婚的這段期間裡面 其實他曾經想要跟貓王發生關係 可是貓王會因為自己的一些宗教信仰上 甚至因為覺得他還是小朋友或是一些他心裡的障礙 就不願意正視他這個女生的欲望 可是Persilla角度就會覺得你都已經把我帶到美國了 你幹嘛還要假裝我們好像沒有那種關係這樣子 而且那個時候就等於他們兩個在這段期間裡面 其實Persilla就開始發現就是說其實貓王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明星 然後他其實就算他已經到了美國 他本來還想說他到了美國之後 他們兩個可以快樂的就是一起在 因為貓王那個豪宅叫做亞園 Graceland 想說可以在那個裡面開心的生活 結果沒有想到貓王其實工作很忙 然後他會想要到處去巡迴或是演戲 然後跑到好萊塢去演戲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是很無聊說他會打電話問貓王就說 欸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自己白天的時候去打個工啊 或是做一些什麼發展一些我自己的事業這樣 貓王就直接跟他講說就是我希望你可以隨傳隨到 所以你就是要待在家裡面你不能亂跑 我回去的時候我希望你可以在家裡面迎接我 所以他就是有非常多很大男人 而且他會跟他講甚至他在片中還描寫說 貓王其實到最後開始出現一些藥物成癮藥物濫用 他甚至他們第一次他剛搬到亞園跟貓王一起住的時候 那天晚上呢 他們兩個一睡在同一張床上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可是貓王在睡前就已經給他毒品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管制很鬆 而且貓王甚至不覺得那是毒品 你就覺得那是一個安眠藥或是一個住性藥 就你吃的時候可能比較好睡 會比較心情比較放鬆 所以給他吃 然後他吃完之後就躺了兩天 所以他後來發現說 所以其實貓王有很嚴重的藥物成癮 還有酒精成癮的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從Persilla的角度我們就發現 其實貓王是一個脆弱 甚至有這種大男人主義 然後甚至其實他很多疑 然後還有甚至就是在Persilla發現他的緋聞 去質問他的時候貓王還跟他講就說 這種都是商業操作 就是我們要有戲要拍 我們就要炒新聞 那如果每次出現這種新聞的話 你都來質問我的話 我會很累 他就跟他講說 你要嘛就是接受這件事情 接受這個情況 要不然你就是離開我 所以他就是等於有點像是PUA在洗腦他 這樣就是你如果愛我就要接受這一切 所以其實當初他就等於從十幾歲的青少女 懵懵懂懂的踏入這段關係之後 隨著他自己的年歲見長 他才發現說其實這是一段非常不健康的關係 而且是初戀 就一直延續就這麼久 對而且後來他也發現 就是說其實貓王那個時候 在事業遇上瓶頸的時候 他也是像我們也是 就是我們生活中遇到瓶頸 我們會去問什麼命理老師 會去追一些大師的說法 就是有不安全感 對貓王也一樣 就他也會開始翻那些什麼心靈成長書籍 然後再去追一些星座 命理老師的一些講法這樣子 所以後來甚至是他的這個經紀人 還勒令跟他講說你真的太沉迷這些了 你要把這些書燒掉 他才會把那些書燒掉 可是如果Persilla看到跟他講 就說我覺得你不要沉迷於這些迷信的說法 你應該要加入在自己音樂的時候 他會生氣 他就說你不懂 這是我的事業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就發現說 其實貓王有非常多真實 我覺得不懂算缺點 應該說是人本來就是會有不同的面向 他其實就等於帶著觀眾透過他的角度去看 就是大家可能不要把他神化了 對我們因為我們外面人在看都會想說 你就是嫁給了全世界大家都最喜歡的一個明星 那你的生活應該過得很開心 然後你是等於是所有少女的夢想都放在你的身上 但其實你真正踏進那個關係裡面 成為這個貓王的枕邊人之後 你才發現其實搖滾巨星的枕邊人也不是這麼好當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 讓人家覺得很心酸很疲倦的這個過程跟時間 其實講到這一點我們常常看到那個英國皇室 就是所有東西都有 但也不見得日子好過對吧 像也是各種壓抑是嗎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聽這個Alvis Presley的Can't Help Fall In Love 好馬上回來 中國雷星王 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大氣堂堂主Aaron帶來的電影看世界 貓王與我就會在26號上 所以比我們預期明天的時間要再推晚一些 這個有點釣魚的口味 是不是 這樣飢餓一下 然後你就會很想看 不過這部片確實評得不錯 對呀 所以金球獎也很好評 對 所以他才拿到威尼斯影展 主要其實是女主角 就是他演出的那種就是本來很純真的一個少女 進到這個關係裡面之後 他想要維持那種表面的和平 但是後來他的眼神 你會從他眼神裡面看到這個女性 對於這段關係的熱情一直在消退 然後他一直在審視自己在這段關係裡面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等到最後片子的結尾的方式就是結在他真的跟貓王提出說 我真的要離婚 他們其實那時候已經生了一個女兒 這女兒是前兩年死掉的那個對不對 突然過世這樣 受世這樣 所以他其實在生完那個女兒之後貓王開始踏上旅程 他才發現就是說其實他跟貓王兩個人都沒有辦法很適合的當這個父母的角色 他們兩個其實在這段關係就還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去處理他們跟小孩之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經過了很多的這個思考之後 他自己才決定就是離開這段關係 甚至他的理由也很正當 他就說其實我只是想要追求我自己的生活 然後在後來他們離婚之後有很多記者去採訪Persilla 就問他說你是不是因為不喜歡貓王或怎麼樣 他說沒有其實我一直都很愛他 可是我會發現就是我們兩個之間這種關係不適合 不健康 對所以我還是會愛他 然後我也還是會覺得他是我女兒的爸爸 但是我沒有辦法在這段關係裡面繼續這樣下去 所以其實是一個蠻勵志 然後也很適合我們現在me too的時候來看 那我覺得腦子很清楚 就是說其實在婚姻關係裡頭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痛苦很掙扎 各自都有大好人生就放了吧 要互相折磨 好這部片子其實很值得期待 第二個就是Pool Things 就是可憐的東西 聽起來好可憐喔 是甚麼可憐的小東西 用這個片子他是拿喜劇類的金球獎的女主角這樣 然後這個片子也是得到非常多的好評 然後這個片子我自己看了也是非常喜歡 因為他那個時候在金馬英戰的時候有放映過 然後我在金馬英戰期間看的 然後這個片子他其實說起來算是一個充滿奇想的喜劇類的一個片子 然後這個片子為甚麼叫可憐的東西呢 他其實有點像女版科學怪人 他也是小時候改編的 然後女版科學怪人就在講說 在那個甚麼十九世紀左右的那個英國 他其實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就在那個背景裡面 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倫敦呢 就是威廉達佛演的這個科學家呢 是一個不顧世俗的任何考驗 會從事非常多外科實驗手術的一個那種醫生這樣子 包括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實驗品 他從小就被他自己的醫生爸爸當成實驗品 所以他的胃已經被割除了 他爸爸真的用自己兒子當實驗品 對 他胃沒辦法消化 所以從片子裡面一開頭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一幕 就是他在餐裡面吃飯的時候 他旁邊還放一個像那種 像葉克膜那種嗎 他等於是外接的一個胃 他有一個胃液在 吃完了以後就跑過去 對 他吃的東西會跑過去 然後那個胃酸會在他的這個 在旁邊那個機體裡面 幫他消化完之後 再把營養素輸回到他的身體裡面 然後他吃完飯的時候 每次吃完一餐都會打一個嗝 打一個嗝之後 會有一個胃酸泡泡從嘴裡跑出來 然後再破掉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很可愛 他其實有非常多奇幻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實驗品 然後他後來就是有一次在外面 就發現愛馬史東 他其實是一個流水師 就在發現一個河裡面的流水師 水道裡面的流水師這樣 可是這個流水師呢 同時他又有懷孕 所以他肚子的寶寶其實還活著 可是媽媽已經過世了 所以那時候他就想到一個大膽的想法 他就說如果媽媽已經腦死了 那如果把這個小朋友的嬰兒的這個小腦袋瓜 移到媽媽的腦袋裡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於是他就把這個小嬰兒的腦袋瓜 是小baby沒死啊 他要開他的腦子啊 可是已經快過世了 因為等於他就是胚胎 沒有辦法活太久 可是腦袋已經發育健全了 那麼小一個 放進他的腦袋裡面 所以艾瑪始終從這個片子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講話不清不楚的一個 感覺心智年齡也非常低的一個 成熟女性外表的這樣一個奇怪的生物 所以他就是會 他算是一個大人的體型 大家坐在地上就像一個娃娃一樣 然後開始亂丟東西 講話也沒有辦法講一個完整的句子 他只能講字詞 然後他就等於變成一個很難演 很難演啊 所以前面的時候就會覺得 他有時候看起來就是精神很不正常的感覺這樣 可是你就會覺得他的演技很精湛 因為他的眼神一樣是眼神 就你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孩子 小baby的眼神 然後他們好像在說那個時候 為了要揣摩出這個角色 所以他們就是特別去找小嬰兒來模仿 就是小嬰兒怎麼樣去講出單詞單字 他們怎麼樣看這個世界 他們遇到一個新奇的事物的時候 怎麼樣去跟他互動 對怎麼樣的興奮的感覺 所以可是他就發現呢 威廉達佛博拉就發現說 艾瑪士東演的這個角色叫做貝拉 他幫他取名叫貝拉這樣 他把他的女兒跟實驗品一起去看待 因為威廉達佛本身是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倫理道德限制的 這樣的一個實驗者 所以其實他的教養方式也讓貝拉是完全沒有 沒有束縛沒有任何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 他純粹是有一個好奇心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他學的非常的快 學得很快的之後呢 他開始就是隨著電影的進程 我們發現他從單字單字 變成可以講出一個句子 到講出一段話 所以變成他非常快速的這個成長 對可是隨著這個成長 就代表說他會進入青春期 到青春期開始會叛逆 他就發現就是說 他不想再待在爸爸跟他規定 因為他是實驗品的關係 本來想他只能待在實驗室裡面 或是至少只能在這個豪宅裡面 他想去看外面的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人 就是馬克魯法洛演的這個律師 他就出現了 律師出現的時候 他本來是要幫忙這個威倫達佛安排一些稅務 或是遺產的這個問題 可是進到這個豪宅裡面之後 他就發現說 有一個這麼漂亮的美女在這個地方 然後看起來又是不安事事 他說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甚至他會探索 因為開始到青春期之後 他也開始去探索自己的性器官 所以有一次他在摸自己下體的時候 就被馬克魯法洛看到 然後馬克魯法洛就覺得 哇這女生怎麼這麼奔放 他就覺得好喜歡 然後他就長得這麼漂亮 他就跟他講說 不然啦這樣我偷偷帶你出去好了 我們一起去私奔吧 我帶你去看看世界長什麼樣子這樣子 結果後來這個愛馬子東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純真的人 他直接跟他這個爸爸 他直接跟威仁達佛講說我要出去 而且那個男的說他帶我出去 就跟他爸爸講 可是他爸爸其實也很直接 他就覺得說 對的確 因為每個生物就是發展到這個情況之後 你就是會有一個好奇心探索的感覺 所以他就放他出去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很有趣的安排 就是本來前面這個故事 還在豪宅裡面故事呢 畫面幾乎都是黑白的 然後用那個魚眼鏡頭 所以我們看到畫面是扭曲的感覺 套了一層濾鏡 不真實的這個感覺 後來等到他踏出了這個豪宅 真的跟馬克魯法洛踏上這個旅程了之後 世界變彩色的 他開始看到這個世界上真實的樣貌 然後他在經過不同的旅程之後 他也認識很多不同的新朋友 然後他也開始看書 看一些哲學的書 看一些社會學的書 他開始發現其實這個世界跟他想的非常不一樣 在原來那個像溫室一樣的這個實驗室裡面 他其實看到只有人 或是這個社會很片段 甚至很正向的一面 可是隨著他踏入這個真實的世界之後 他就發現了很多 他以前沒有想過的一些社會的苦難 比如說到了某一個地方 他就看到其實社會底層有很多辛苦掙扎的人 然後到了巴黎 他就發現其實這個地方是有妓院的 有很多人是很多女性是身不由己 只能在那個地方用自己的皮肉討生活 甚至他也加入那個行列 可他是以一個就是社會實驗的精神去加入那個妓院 他想了解別人的生活到底是怎麼過 對他想要了解 所以他其實用非常多方式去實驗 所以你就發現這是一個用非常沒有束縛很自由的眼光去探索這個世界的一個故事 這個真心不容易 因為我們的現在世界都已經被框框框起來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和流星王起立世界電影看世界 今天大街堂堂主Aaron幫我們講了好多好好看的故事 感覺這個可愛的都可憐的東西 也可愛 但是就是真的是天馬行空對吧 對 然後其實你就發現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用一個非常不受束縛的感覺 因為我們就等於跟著愛馬行中這個角色 我們去探索了很多社會的真實面貌 包括他在妓院裡面的時候 他也不覺得那是一個很丟臉的事情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甚至他會跟那個裡面的老寶討價還價 就在講說比如說我想要週休二日 然後我比如說我幾點以後不想要接客 然後老寶還說服他剛剛講說不對啊 可是我這樣也要賺錢啊 然後你看我們那個錢怎麼分成 其實他就是用一個非常理性 然後用一個非常直接的方式 去面對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很多的制度 我們戲為常一些事情 而且他這個演出對他自己本身來講是個很大的挑戰 他有全裸的戲對不對 對就是他跟馬克魯法洛非常大尺度的這個演出 因為他們一開始踏上這個旅程 就是因為馬克魯法洛就是蟬他的身子 又管他 就是想要他的肉體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時候經過一段 有非常大尺度的這個床戲 可是後來就發現馬克魯法洛本來以為他就是那種 就是他會在這段關係裡面佔主導地位 他本來想他就是一個天真無邪 什麼都不知道一個小女生 對就後來才發現說隨著這個他們的旅程的進展 他其實成長得非常快 他也從這段關係裡面掌握了主導權 甚至後來變成是馬克魯法洛離不開他 他反而覺得馬克魯法洛好煩喔 很煩就是這個男生就是愛說大話 因為男生都這樣就是很喜歡說大話 然後假裝自己很行 但有時候其實不太行這樣 所以其實就變成他就隨著這個過程 就發現說其實這個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這些 比如說男尊女卑啦 或者是我們應該要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的框架 在他的眼中都會覺得其實是可以挑戰的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片子我們在看的同時 我覺得觀眾在看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或許有些我們自己習以為常的一些事情 在這個片子裡面都會得到一些挑戰 你可能要重新思考說 欸對啊我們會覺得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的框架之下 其實你的人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走向 但是現在我們大家都不能想這些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固定的被畫了框框了 在睡前可以想一下 他自己也是監製對不對 對他自己也有監製 真的了不起 好越來越就是多才多藝 那接下來這部片子真愛樂章 是Netflix的大師風華 對是吧 講的是柏文斯坦 就里奧納德柏文斯坦那個古典樂大師 他等於算是美國第一個 被可以被稱為古典樂大師的這個指揮家 因為其實在因為他是在194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基本上在美國的古典樂壇 都只有歐洲來的指揮家 或是歐洲來的音樂大師 美國還沒有出過一個土生土長 這樣一個音樂大師 那他本身是一個猶太人 他爸媽是從烏克蘭去到美國的移民 然後他們家裡面呢 其實本來是做那個髮型髮廊的 然後所以他爸本來想要他接班 可是後來是因為他小時候就接觸到鋼琴的時候 發現他真的太有天分了 他爸才去不甘不願的栽培他這樣 所以他後來才開始進到這個古典樂圈 然後他最成名的一件事 為什麼會一戰成名 是因為在1943年那個時候 紐約愛樂本來有一場演出 然後本來的那個指揮 因為得了流感突然不能上台 所以他本來是助理指揮家 他就直接臨危壽命上台 就上了 愛樂耶 對在沒有彩排的情況下喔 就演出非常的成功 所以隔天所有的報紙電視台 全部都在講就是說 怎麼有個這麼厲害的年輕的指揮家 而且還是美國人 就變成一個完全變成傳奇 然後甚至很多年輕的這個美國的 在學音樂的小朋友 就因為他就獲得了啟發 想說未後也要踏入音樂圈 所以這個片子其實一開始在講 就是說他如何發肌 然後他如何認識了他的太太 就是Karen Mulligan演的就是他的太太 那其實這個片子呢 跟我們剛才講的前兩部片子可憐的東西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貌友一樣 他其實也是用他太太的角度 用女性的角度在講這個 我們都以為就是光心亮麗的大師 大指揮家的一個故事 然後其實這個片子呢 剛剛講的這些 關於他事業上的一些發展 其實在電影的前半段都講的差不多了 後半段就主要在聚焦在 他跟他妻子之間的婚姻故事 然後呢這個跟剛剛那個可憐的東西一樣 他也是分成黑白跟彩色的畫面 所以在前面在講述他的 關於這個伯恩斯坦的這個簡歷 就是他過去的一些經歷 跟他事業的起步的發展 全部都是用黑白畫面 包括他跟他太太剛結婚了之後 也是用黑白畫面去產生的去拍攝的 等到了真正進入這段婚姻關係裡面 然後真的開始講到他們婚姻最大的一個難題 就是其實伯恩斯坦一直以來都有同性戀的傳聞 所以其實在他跟他太太 甚至他跟他在一起之前 其實就已經跟很多那種音樂界的其他的這些樂手 其實都有那種曖昧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太太是在知道這個事情的情況之下 跟他結婚的 甚至其實他有一點抱持著以前像那種希臘羅馬時期 不是會說年輕的小朋友可能會先跟男生發生一些關係 等到長大之後就會回歸家庭 就會變成跟女生交往這樣 所以其實他們當時有一點那種感覺 就會覺得說年輕的那些都是一些在玩啦 就交朋友 還是有希望他們會回歸正常 之後都是會變成跟女生結婚 然後進到家庭裡面 所以其實他太太本身可能抱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們甚至婚後還生了三個小朋友 生了三個小孩這樣子 可是隨著這個6070年代 這個伯恩斯坦的名氣越來越大 所以其實他身邊的誘惑也越來越多 然後等到這個時候就變成他太太開始沒有辦法去忽視 其實他先生是一個喜歡男生的一個事實這樣子 所以這段期間其實變成他心中有非常多的掙扎 所以其實電影主要是聚焦在這個太太 就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就是為什麼他會跟這個伯恩斯坦維持這麼長一段 因為他們從40年代末期等於就結婚 一直到70年代他們應該也沒有離婚 二三十年他都這樣 對因為他等於是他真的放伯恩斯坦去跟他的男伴在一起的時候 隔不久他自己就發生了這個乳癌跟肺癌 然後再隔一年他就過世了 所以其實是發展得非常快 所以這個事情對伯恩斯坦的打擊其實也很大 因為他會講說是不是因為 因為我刺激了他 對我刺激到我太太我離開我太太 所以他才會精神受到打擊之下就是發病這樣 對所以其實這段期間裡面我們就發現就是說這個太太為什麼會願意 我們從這個太太的角度再看 為什麼他願意跟這個古典樂大師 維持這麼長一段的夫妻關係 甚至小孩都已經二十幾歲三十幾歲之後 才跟他才跟他討論就說 是不是我要放你離開的這個情況 然後片子裡面其實這個Karen Mulligan演的就非常的精彩 然後他其實也把這個太太的心境講得非常的直白 因為他就說其實從他們剛結婚的時候 博恩斯坦妹妹其實就已經有問他就說 欸你為什麼要跟我哥結婚這樣子 你不知道我哥有很多這種傳聞嗎 他就說其實我只是覺得我應該要讓這個人 這麼天才的一個人 我要讓他發揮他的才華他的天分 然後我覺得我可以支持他 對他覺得他要支持他 而且他會覺得說如果他今天勒令他不准跟比如說那些男生交往 或者是往來甚至是往來 他會覺得說我是不是在改變他 然後我是不是在把他變成不是這樣子一個人 那這樣是不是他的才華就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發揮出來 所以其實他自己的掙扎更多 與其說是他跟他丈夫之間那種婚姻關係的維持 他其實更多的糾結點是在於 我是不是不要改變他 我應該讓他可以做自己 他自己內心的對話 對所以其實到最後他也是等於是跟自己 這個太太等於是跟自己和解 他其實不是說我有沒有原諒 這個我的老公是不是喜歡男生這件事情 而是其實他一開始就已經知道他老公是喜歡男生的 那當初他既然選擇要踏入這段婚姻裡面 他是覺得他可以改變 但後來不能改變的時候他覺得我可以容忍 對但後來發現其實也不行 他發現其實搞不好兩個人不適合當夫妻 其實更適合當朋友 等到那一刻他才發現其實放下 然後兩個人的關係甚至開始更深滑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用個人感情的觀點去講述這段夫妻關係 還有這個大師他的一些職業生涯還有他的心路歷程是怎麼樣這樣的故事 這部片子聽起來也很好看 而且這個布萊德利庫柏他們是自導自演對不對 所以本身他聽說他指揮就花了幾年 他練很久 六年了 我們就以一個棍子搖回這麼久 但是大家不知道那個指揮家真的對每一個樂器的樂譜都在遼落執掌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國人性王 起立世界 我們歡迎這個Aaron也就是大街上堂主帶來的電影看世界 今天的最後一部片子其實也是Netflix的影集 Netflix聽說今年超級傳對不對 對超級傳這個片就是全球排名第一 是不是 點閱率低 那時候他是去年三月的時候就已經上了 我昨天晚上差點看了 好不了業 你都怕一看停不下來 這個片子真的一看會停不下來 十集對不對 對十集 然後這個片子就是不管是配飯搭車都適合 暗夜情報員 這個片子他其實有一點像是傑克萊恩 他其實就是那種很典型的情報小說改編的這種故事 然後他雖然續定了第二季 但其實他只有一本小說 所以不知道第二季會不會像第一季這麼精彩 但至少第一季的結果是還蠻精彩的這個樣子 那這個片子還有十集 然後他其實講的就是像傑克萊恩那樣子一個情報員 而且他也像傑克萊恩一樣 他不是那種外情的情報員 他其實是做辦公室的 然後他是FBI裡面的一個探員 這個主角就是彼得 那彼得呢 他其實呢 因為他的爸爸曾經被人家說 他爸爸也是情報員 然後也是FBI的這種探員這樣 可是他爸爸曾經因為被疑似是這個間諜 双面諜 判國罪這樣 所以曾經被這個起訴 可是在還沒調查結果出爐之前 他爸就車禍過世了 所以他其實一直背負著就是 你是叛國賊的兒子的身份在過火 那可是他自己又覺得很想幫爸爸洗刷冤屈 所以他才會選擇加入FBI變成一個探員 然後他這個過程當然是非常的辛苦這樣 所以他就一直沒有辦法去升到更高的位置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過往他的爹的過世 對所以其實是在故事是從一年前開始講 就是在一年前他好不容易進入FBI之後 開始進入變成一個探員了之後 有一次呢他在搭地鐵的時候 他們只是有點像是觀察 就是監視社會上有沒有一些恐怖事件發生這樣 所以其實他本來不算是認真的要執行什麼勤務 也沒有什麼目標跟監這樣子 可是在內閣的時候在地鐵上 竟然就發生了恐怖攻擊的爆炸案 他發現了那個炸彈然後把那個炸彈移除 所以所幸最後那個地鐵爆炸的時候只有一個人過世這樣 不幸罹難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他就被這個長官注意到了 注意到長官也不是FBI的長官 是白宮的幕僚長就是周鴻岩的白宮幕僚長這樣 他就注意到他就說好那現在我們其實有一個專案叫做暗夜行動 然後這個行動是一個高度機密的專案 我不能跟你說內容是什麼 但我只跟你說有一個這麼樣的一個專案 然後知道內容的人也很少 然後我要請你來幫忙 因為這是一個等於算是只屬於白宮 然後也受到FBI管轄的一個兩個單位共同管轄的一個案子 他說所以我要找你來 你要坐在白宮地下室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幫忙接電話 就說如果這個暗夜行動的其他探員 任何事情緊急專線到白宮的時候 你就要負責接聽 然後看他們講的暗號是什麼 然後趕快把訊息傳給需要知道的長官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坐在白宮地下室裡面 而且他要值夜班 原來那個電話是永遠都不會響的一個電話 本來是不應該響的 不應該響 所以時間就快轉到了一年後 所以一年後他成為這個暗夜情報員 之後他就負責接電話 然後本來那個電話都不會響 他其實晚上本來就是帶著一些資料 滿無聊的 帶這些資料進去開始畫畫說 是不是有可疑分子啊 隔天再把他交上去這樣子 就沒想到電話就響了 響了之後他接起來之後 竟然不是情報員 是一對情報員夫婦的外甥女 他就說 因為我的阿姨跟姨丈剛剛被殺了 他們說叫我講這個 現在我要講給你聽的這個暗號 然後你會跟我說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突然他才發現說 所以這個電話是真的有用的 而且我不知道怎麼做 對而且他們才發現追查 就說為什麼那個情報員 他先跟那個打電話來的那個外甥女講 就說你要怎麼樣逃出生天 等到後來他真的逃出生天 有一個SOP 然後跟他講說怎麼逃出生天 後來才接到他跟他會合了之後 他才看詳細問那個情況 他們倆一對資料才發現就說 可能是因為他的那個阿姨跟姨丈 正在追查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然後被追查的對象 發現有人在查 他們是不是在做一些非法行為 所以就滅口 可是他們就發現說 因為他阿姨跟姨丈在過世之前 就被殺害之前 其實在講悄悄話的時候 那個女生外甥女友聽到 然後外甥女就說 他們阿姨跟姨丈說 其實白宮裡面有內賊 所以這個消息才會 他們在探查的消息才會走漏 敵方才會知道 反派才會知道 就說有人在查他們 所以他們兩個才想說 那怎麼辦 現在到底白宮上面的內賊 到底要相信誰 所以才隨著這10集的故事 他們才一路追查 到底裡面涉及的很多高層 到底誰才是那個內賊 然後到底這個暗夜行動 在追查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危險 會讓情報員被殺害 究竟他爸爸的那個冤情能不能夠被洗刷 所以就隨著這10集故事去展開 這10集故事應該可以看到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但是應該還會有第二季 他們已經續訂了 既然這個賣座這麼好 大家就追起來 然後我覺得其實在這段時間裡 反正閒著閒著 就是太緊張的氛圍之下 而且馬上要過節了 好那就是先謝謝我們的這個 Aaron帶來這麼精采的部分 我們也來聽聽蔡依林的特務J 4點10日溫泉主持的沒事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